我看 剛講的就是說 現在這把刀剛講的 真的已經殺得血流成痕了 現在光電真的會出事嗎 現在盡管會 你知道盡管 盡周開怎麼突然寫 也就是現在事無大小 人無高低 就會全部查下去了 這個你要知道 政治獻金基本上 如果你的行情不好 大家看你不會贏的話 是不會來投的 對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以這次的狀況 因為才剛選完 大家應該記憶遊戲嘛 藍綠白 撒卡都 賴清德確實沒有之前 蔡英文前總統那時候 連任 而且真是那麼強 那我就直接比 同一家哦 我不要講是誰 那就OK了吧 同一家建設公司 蔡英文總統在選的時候 2024 2026 2020 他捐了600萬政治現金 給蔡英文總統 但同樣這家建設公司 這次一查一看嘛 310萬對半砍 他只給賴清德310萬 而第一個你可能講說 交情不一樣 第二個就是 他顯然贏面沒有那麼大嘛 就是覺得說 蔡英文前總統的 那個狀況比較好 第二個 這建設公司 但是他對半砍是其中一個 其他的立委啦 或怎麼樣的 其實這一次有發現 有很多建設公司的 金管都變少了 他理由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說 他要避風頭 他不要講說 我們常講那個建設公司 跟什麼潮流 跟哪樣比較熟 我就不要捐 第二個是什麼 有一些公司 他後來也已經選擇上市了 所以他要避嫌 我跟政府單位 或跟執政長太近 但保洁哥你要知道哦 這種是捐款人 對於候選人他的看法 我可能覺得你不一定會贏 我不捐給你嘛 但你有看過 全都已經捐過去 以後他還退回來的嗎 這就是這一次啊 你注意看哦 因為賴清德前總統 他在這個過程當中 完全沒有光電的捐款 只有其中一筆 去查那個是新竹的公司 這家叫綠岩能源 他捐了50萬給賴清德 結果沒想到呢 賴清德的競選辦公司 把這個錢給退回去了 這件事情讓我覺得非常驚訝 為什麼 因為這個競選經費公佈之後 其實現在大家各自爬梳啦 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 沒看到退的 有一些可能還講說 可能以前有一些正義的啊 或者是怎麼樣的 他都沒有退哦 他就退了這一家綠岩 為什麼 顯然他是刻意的就是 要把100%的光電 捐給我的總統群當中 掛鈴 一個都沒有 那就會呈現幾種狀況 第一個叫什麼 第二個叫說 這個不能拿 這是違法的嘛 那這光電公司是合法的 沒有問題吧 這沒有違法 不能拿 為什麼 因為違法 第二個 這個不想拿 我不要欠你人情 可是寶傑哥可能是第三個啊 就不要拿 為什麼不要拿 因為消毒會對 公事公辦啊 你今天警察來辦的時候 你到那邊去 欸 帶人啦 那送了一包煙以後 有的警察就給你抽了嘛 我講雷洛傳 他有一些呢 對不起 我們公事公辦 就把那個煙也沒什麼 錢我抽跟你我都不抽 為什麼 我跟你沒有什麼好抽的 等一下我就可能要辦你了 公事公辦 你的茶味不喝 你的煙味不抽 你的錢我不拿 所以你要看哦 賴清德捐的總部把這個特別光 因為這是一個新主 我其實並不在這公司啦 他捐的50萬也並不多 以總統捐來講的話 他居然 決定不要拿這筆錢 那回過頭來就會說 他沒有拿這筆錢 他也叫跟他比較什麼 接近的這一些 因為選立委嘛 總統就來選立委 你們也不要拿光電的捐款 所以顯然賴清德總統 跟蔡英文前總統 他們對光電 因為光電畢竟是 蔡英文前總統他所發起 他2016年上來 又是8年上來 那光電絕對不是怎麼壞事 只是光電在開發 他過程當中他速度過快 或者是他徵收土地的過程 跟民眾的協調 然後可能出現一些問題 那有弊案的就要去查 那現在你看哦 連氣象署 300萬的那個麥克風 他都要查了 全台到處查嘛 鄭文燦也收押 然後這個南基站 去衝那個調查站 所以你就知道 顯然賴清德總統 在選的過程當中 他就已經想清楚了 如果我對光電這件事情 我不要有任何的牽扯 我以後對於光電的整個在追查 有沒有可能 哪裡有這個可能 違法支出的時候 他就可以完全毫不留情 為什麼 因為我一塊錢都沒有拿 律鳳 剛才講沒有想的 今天氣象署 氣象署我一直在為 那是一個最單純的單位 今天居然有五個人 遭到搜索約談 對 就為了一個300萬的標案 而且你剛剛講的 IMB這個案子 昨天不是已經起訴 不是你說 昨天判刑16年半嗎 你說那只是剛開始 接下來後面那些政商關係 也要被抓出來了 對 現在已經進入到了一個 大搜索的一個時代 我們先講這是兩個地方要來看 第一個氣象局 以前檢調會關心到氣象局嗎 沒聽過 你氣象局能有什麼油水啊 你有核發執照嗎 你有聯合機場嗎 你先想看氣象局 到底會有什麼油水 好 沒想到氣象局竟然也出事 他這次出事的時候 就是這種麥克風 我們去開會的時候 會有個麥克風嘛對不對 然後你要發言的時候 你要按下去 然後他會亮燈 然後發言 你講完以上之後呢 把它按掉 這個麥克風竟然也能夠出事 而且手法非常的細膩 台灣過去來講 已經很少有公家機關 改過這種事情了 一個案子大概是多少錢 300萬 那300萬的話 一定要有很多的廠商一起來 以前很多台灣的廠商用什麼 用微標 現在已經很久沒有看到 沒想到這次來講的話 他的麥克風 現在也用微標 而且得標的廠商 還不符合規則 所以等於說有公務人員 他放水 讓一個不合規定的廠商進來 然後呢 大家標標標之後呢 後面就有聲音阿燈 過去來講 這種事情其實已經很少見了 竟然為了300萬 衝了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現在已經進入大搜索時代 你手上你要養的案子 都不用養了 現在來講的話 在清德上任的前幾個月 殺殺殺 你所有東西 你都要把它拿出來 所以300萬 過去來講的話 300萬 其實調查局真的看不在眼裡 沒有上億沒有上千萬的案子 調查局總會去東 可是現在來講 這種300案的案子 而且是2021年的時候 只要是前朝以前的事情 跟我們現在沒有關係的 那就怎樣 就是殺 沒有什麼好說的 第一個 搜索 第二個 第二個來申請機啊 反正把它扣一扣就好了 所以現在事無大小 人無高低全大 而且現在來講 以後恐怕會進入到一個 大亂鬥的時代 不要忘了 調查局的南部的一個機動站 竟然被連政署給衝了 衝到最後幾乎成為一個滅戰的情況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現在要趕快把東西交出來 我現在一定要有績效 一定要對上面來宣示說 我做得出案子來 所以我的官位才保得住 所以現在一路殺下去的情況之下 事無大小 只要有犯法一定中招 好那另外講的 現在 IMB的91的這個判決出來了 昨天不是講嗎 那個人判了16年半 16年半 已經非常嚴重 你可以說 你現在聽到的消息 他還沒有結束 他才是剛剛開始而已 過去來講的話 大家在想說 你90億弄到最後 竟然只有這個 抽到現金400萬 銀行出場33萬 但是呢 曾耀豐 也就是後來化名為 曾國偉的這一個人呢 已經被判刑16年半 但是呢 事情還沒有完 因為有很多很多的美港來講 還有案子開花了 開花出去代表什麼意思 不是而且我 沒有要停 搞了半天這跟鄭文燦的那個案子一樣 也是七年前就被壓案 對 案子壓了七年以後 爆開來了 爆開來了以後 現在還有一個單位叫金管會 原來一開始就認為這個案子有問題 就問了金管會 金管會居然放水 但是現在金管會又說 我沒有放水 保健哥我可以清楚的告訴你一件事情 金管會就是放水 金管會放水 金管會就是放水 當初這個事情傳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很多的悲哀的人到去去報案 所以我們在跑新聞的時候 聽到都很離奇耶 怎麼有人被騙 然後呢一開始比個二 我們預言是兩百萬 不對 預言是兩千萬 有人被騙到兩億 然後呢 這案子怎麼會辦不下來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先講 他是用什麼方式 他告訴你說 如果呢 你房子抵押貸款的話 那你利息不是會比較高嗎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就可以把這個債權 包出去 然後呢 你就可以去買這個債權 一年至少幾% 一至少8% 我聽到這裡 我就覺得說 你這就違反銀行法 你根本不是金融機構 你叫什麼INP INBanker 你怎麼會是銀行 你怎麼是銀行家 你根本不是啊 這是違法吸金啊 這就是違法吸金 這不就跟當年的紅元一樣嗎 沒錯 這就跟紅元案一樣啊 你都不聽 不特定的吸金 你這就違反銀行法 這就7年以上啊 然後呢 調查局說到這些東西之後呢 哎 要辦不辦 後來我們知道為什麼調查局 要辦不辦 他們有同仁一次 一千兩百萬 給他投進去 不只自己投 找家人投 找同事投 所以呢調查局那個東西 都沒有辦 然後呢 後來在大家的追追追 新聞在追的情況之下 受不了了 這種東西 你說是違法吸金 我怎麼知道是違法吸金 我調查局怎麼能隨便辦呢 問金管會 問金管會最準吧 對不對 就金管會回給這個 檢調單位什麼東西呢 他說這個哦 難以認定 違法 所以他在2017年3月下旬回文指稱 IMB是以民間借貸P2P的方式經營 並沒有違反銀行法 寶經我問你 他告訴你說沒有違反法 你這個不就是去包庇嗎 你這個東西很單純的來講說 你不是特許的金融機構 你就不可以去收人家的錢 這個就是違反銀行法最簡單的 然後呢 你告訴大家說沒有違反 金管會為什麼在去年的6月10號 又說我在這城市 我從來沒有說IMB沒有違反銀行法 這就表示動起來了嘛 動起來就要甩鍋嘛 但是呢 這鍋是甩不了的 因為來講的話 特掌局已經把你金管會的公文 拿出來給大家看了 沒有什麼好講的了 有公文了 對 你當初就告訴大家說什麼 以民間借貸P2P經營 並未違反銀行法 所以呢 那時候有沒有去動 那時候沒有去動 那大家覺得說 那後來也動了 差在哪裡 那時候動跟現在動 差在 差就是差在 你那時候的90億 你可能可以扣到 你沒有最沒有50億 可以吧 你最沒有你湊個10億沒有 而且也會有這麼多受害者 對 然後那個時候沒有動的時候呢 就開始去把錢給洗掉 開始去把錢給藏起來 所以你那個時候 你不去包庇它的話 90億 你至少可以拿到 5億也不錯吧 你不會到最後扣到 400萬 然後再33萬 所以呢 你現在金管會 你說要去甩鍋 這鍋甩不了 你當初就是給檢調單位 所以金管會也有問題 這一定有問題 但是呢 這問題要弄出來的話 後面一定有高人 所以剛才講的 金總幹就講了 金管會 當以前說沒有違法 調查官搶投資IMP 才會讓這個風暴擴大 對 那風暴擴大 其實大家不要去想 這種單純的事情 因為說 對法令的了解 不健全或怎樣 不是 為什麼要這樣子 讓人家下車 讓有權有勢的人 保健哥 要叮噹啊 你趕快 本金 趕快走 就是讓這些 有能力的人下車 然後呢 以前 紅元是我小時候的事情 我到時候 紅元要爆的時候 也是一樣先壓著 然後聽說半夜 捏錢 給達官貴人拿走了以後 才敢爆的 一定是這個樣子 你們這些有權有勢的 先下車 如果你沒有下車 有一個人最可憐 他在那邊投資 你知道嗎 最後被洗洗洗 從8% 洗到告訴你11% 然後呢他到最後求爺爺告奶奶 房子抵押丟了3000萬 第一個月拿回來多少錢 拿回來11萬 隔天倒閉 所以你要是沒有實力的人 你就是被害死 所以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真的有很大的問題